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房屋面里面 我是王云飞 马斯克在中国 起码是城市人口 恐怕是家喻户晓 至少有很多人买了他的车 这是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 那是世界首富 但是这个人 他不光是造车 这个星链卫星 而人家对世界和平 也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对近期的这种俄乌冲突 他提出了一个方案 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 这和平建议很有意思 不管在乌克兰看来 你这是偏向俄罗斯的 还要让四个州重新公投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如果公投是公正的 加入俄罗斯 那就让他加入俄罗斯吧 那这个乌克兰能干吗 那么这个马斯克的和平建议 有没有价值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王一田先生 请他分析一下 这个世界首富的和平建议 马斯克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科技精英 这个人啊 至少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对未来的这个趋势的把握 那是非常的精准的 他有一个很明明的嗅觉 而现在呢 他突然对俄乌局势放话了 这让人呢 就在怀疑 是不是他想到了什么东西 预判到了什么东西 那就我个人来看呢 他可能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 导致他说出这番话 第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发展啊 越来越危险了 就是一方面呢 这个四周公投了之后 入俄 引悔了说 要用核武器来保卫这四周了 另一方面呢 美国方面呢 也在放狠话 说那个要对普京情斩首 是什么呢 所以呢 这个俄乌的局势啊 就越来越紧张 不排除 有可能会引发这核冲谱 这个就麻烦就很大了 如果发生核大战的话 那对于马斯克来说 那也是灭顶之灾 因为 你现在打到这个程度 什么商业啊 什么世界首富啊 已经没有意义了 弄不好 全归零了 都有可能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就是俄乌战争 让欧洲 大量的失血 那现在欧洲都纷纷表示 开始放弃碳中和了 然后很多国家的这个民众呢 现在连天然气都烧不起了 那么他的电动汽车怎么卖 因为电动汽车 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环保绿色 是吧 那现在他在德国 刚投资建了一个电动汽车厂 那现在 一旦这么搞的话 他这个厂还赢不赢利了 这是他的亲戚利益 当然了 最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跟拜登啊 现在的矛盾很大 就拜登成为总统之后呢 就马斯克啊 就很看不起拜登 就是拜登的老年痴呆 就是只会念稿 就没有好好想搞亲戚 这是马斯克对他的看法 然后呢 他甚至在五月份还放话说 未来我投票肯定要投共和党 那这句话呢 就惹恼了这个民主党啊 就民主党就开始搞他 找了一个空姐 说那个几年前 马斯克对他进行了性骚扰 现在要控告他 但是马斯克也不怕了 其实有他也不怕 我也不是政客 拜登政府不是那个签署了一个 什么维吾尔族的那个 什么那个法令吗 就是我们新疆的生产时候 强迫劳动 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 禁止所有美国公司 跟新疆的这个产业发生来往 哎 那家马斯克 立马就把那个特斯拉的4S店 看到了乌鲁木齐 这不就是给拜登上眼药吗 所以现在呢 他说这番话呢 有可能也是 那个给拜登的上眼药 就是拜登 你现在不是戳获了这个俄乌战争吗 那我现在就说要提俄乌和平 而且我还要站在俄罗斯这边 跟拜登对着干 有这种一个意思在里面 他提出的极点和平渐渐 似乎都是偏向了俄罗斯 对 你看四周公投 如果真的是要加入俄罗斯 那让他加 这个谁受得了 因为这四周大部分是说俄语的嘛 对 而且这些州历史上 本来就是属于杀俄的 也就是一战之后 二战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这个乌克兰才立国 在二战中呢 就与苏德的这个 那个互不侵犯条约 把波兰给瓜分了 所以呢 就是那个西乌这一块 最后也归苏联了 然后苏联把这个东乌西乌 给捏成了一个国家 这是乌克兰的来源 所以东乌和西乌 历史上本来就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不管怎么样嘛 文乌战争打到现在呢 可以说啊 现在那个双方都进入了一个僵持期 而进入僵持期的之后呢 就是 就所谓的有一个力量平衡点 在这个平衡点附近 可能需要投入很多的力量 来反复的确认 才能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边界 而现在呢 马斯克的这个想法呢 可能就是 与其死那么多人 投入那么多资源 才形成这个共识 不如现在就一刀切 形成共识得了 然后大家还不用死这么多人 我们做生意 发财都好 这是商人的想法 那个作为政客来说 或者作为一个民族的国家公民来说 可能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只能说是 马斯克的一家之言 当然了 马斯克的这个和平倡议 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现实 但它反映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在世界的精英界 经济界很多人们 他们是希望俄乌冲突 赶快进入和平阶段 否则对世界经济的伤害太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俄乌双方尽快进入和平阶段 马斯克的初衷应该是对的 好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 下一期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